對於擁有特殊地理環境的蘭嶼來說 生活在島上的族人們 除了漁獲之外 主要是以種植水域及甘薯為主食 上次我們帶小朋友 認識了梯田的結構與灌溉方式 今天道無司哥哥 還要帶你們去瞧瞧 族人們是如何運用智慧 以不傷害土地的方式來耕作 小朋友 道無司哥哥帶你們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要讓你們了解 農耕到底有哪些科學原理呢 而我們的小尖兵就在這個地方 今天的科學小園子 我們來到的是位在屏東縣的嘉東鄉 我們是嘉東鄉 日光國祥 沒錯 這六位高氣十足的小朋友 就是我們今天的小煎兵 請來 你看這個山鼠都發芽了 把牠丟掉好不好 不行吧 這應該還好好的 不能丟吧 那你認為難吃嗎 那你又怎麼知道發芽要丟呢 道士哥哥 小玉你們挖到了 怎麼了 他說甘薯發芽要丟 甘薯發芽要丟 對啊 誰講的 你講到 不行啦 為什麼 其實這個牠要放在旁邊 你再種牠的話 牠還可以再繁衍 還可以再長大 所以這個絕對不可以丟 我們來去看看我們的族人呢 他們是怎麼永續經營自己的作物 小朋友還記不記得 在這一片片梯田上所種植的 就是我們道務族人 最主要的糧食作物 水浴 現在就跟著道務士哥哥 夏田來幫忙吧 小玉 美惠姐 嗨 大務士 我告訴你 賴美惠 熟悉道務族田裡大小事 積極推廣部落傳統文化 原來你在除草啊 對啊 我幫你 我幫你 你要幫我 對啊 喂 等一下 你幹嘛 拔草啊 拔草 草不能隨便亂拔 你不要看到草就拔好不好 那要怎麼拔 我跟你說 我們有分好草壞草 你這樣一拔 我們的好草都被你拔光了 好草跟壞草 這怎麼分 這都是雜草耶 雜草 你說這是雜草 怎麼分好草跟壞草 好草跟壞草 你看喔 這個就是好草 這個就是好草 對 看起來好像不起眼 這個很平常啊 這怎麼會是好草 那其實它的那個俗名叫做那個馬尼拉茲 馬尼拉茲 馬尼拉茲 對 可是為什麼你說這個是好草呢 它有一個特性喔 像我們怎麼去區分好草跟壞草呢 就是這種草呢 馬尼拉茲 它的那個對土 土壤的那個包覆性很強 所以當我們的那個田梗呢 遇到大量的水的時候 不容易鬆動 或者不容易吐石流滑洞 對 意思很像就是說 在山上我們那個大樹啊 對 它會向下扎根嘛 沒錯 如果說 如果是那個根是很淺的 對 那就很容易會吐石流嘛 對 那除了這個特性呢 還有另外一個特性 這種草它會排擠一些不好的草 能長的大概都是這種不好的草 我們叫那個馬拉茲大茲 你說這個就是不好的草 不好的草 對 我們都會拔掉 像這種草呢 到我們俗稱 我們打物語呢 叫做巴昂 巴昂 對 那它的學名叫做 月舉夜曼蓉 月舉夜曼蓉 對 這個草啊 是我們打物語最上等的草 最高級的草 月舉夜曼蓉 巴昂 巴昂 你看這種草 它可以包住整個石頭石塊 這邊有沒有 這個石塊 真的耶 這裡面都是石頭 這邊都還有細沙 所以被它包覆過的東西呢 完全都不會流失 所以這個是把它的土腦啊 石頭啊 甚至細的沙 都可以完全的包覆 這個就是我們最上等的好草 就對了 對 那這一些就像妳講的 都是不好的草 不好的草 所以 所以這些東西都一定要除掉 對 好 那我現在知道 我來幫妳把這些壞的東西除掉好了 小朋友仔細看喔 在水域田周圍的這些小草 也是有好壞之分喔 壞草繁衍的速度很快 容易搶走水域的養分 而好草呢 不但能夠抑制壞草的生長 也可以緊緊的包覆住土壤 使土壤不會輕易流失喔 讓我試過來一下 我給妳介紹一下我的姨娜 好 蠻難控 蠻難控 好 我的媽媽在那個水域採收啊 哦 現在就是要採收啊 坑甲牛蚌叢酬 我現在爬евой草 不能就這樣 好 八吉打八辣 采收的這一顆呢 是像是不好的芋頭 喔 不好的芋頭 怎麼分不好的芋頭啊 來 看像這種水域 它底下都爛了 它會自動斷掉 爛掉了 這是剛才那個頭 這是尾部 都爛了 這個是不能吃的 所以這個爛掉就不能吃了 通常他們如果這邊還好的話 這邊就會切掉 這邊切掉 如果真的整塊都不好 就餵豬了 這個食物也不能浪費 人不能吃 但是我們的豬可以吃 千萬不能浪費 沒有錯 雖然爛掉的水域 不能夠採收來吃 不過也不能隨便丟掉浪費 咦 我們把需要的芋頭採收完之後 那剩下的這些菌要做什麼用呢 剛剛那個菌就是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我們打霧 在採完這個菌之後 它也會原風不動的 再把它摘種到這個土壤裡面 我們在採收的時候 把我們要吃的部分 切下來之後留著 然後剩下的就當下 直接就再種回去 是 聽起來很特別吧 小朋友 其實 對於我們刀烏魯崩蘇來說 除非是有特殊的慶典 才會大量種植及採收水域 平常只有在需要吃的時候 才會到田裡來挖 而且我們的老人家真的很厲害 懂得運用水域的特性 把金苗留下來 繼續栽種繁殖 芋頭就是這個芋頭的苗 事實上還傳到它這一帶 我的外婆已經去世了啦 那還傳到它這一帶 那那個芋頭從哪裡來 也是從以前的人 一直不斷的流傳下來的 所以這個芋頭苗 可能這塊芋頭 曾經那個果肉 果的真祖母 或者已經去世的這些祖先吃過 一直到我這一帶 還在吃這個芋頭 所以也有可能說這個苗 是已經是我們真真真祖父祖母 好幾代 好幾代 沒有想到我們現在吃的水域 竟然是經過歷代祖先流傳下來的耶 而這其中另一個代表的意義 就是仙人們希望讓後代的子孫 不愁沒有食物可以吃喔 哥哥 這前面在燒火耶 那個我們過去傳統就是 必須要把那些開啃完之後的雜草 對在田邊之後就這樣子燒起來 這是我們非常傳統的那種 開啃的方式 你說這個算是一個開啃的 一定會做的一個步驟 對 因為我們蘭嶼所有的作物呢 是不施肥的 不施肥 那燒這個會有肥嗎 嘿 你仔細看喔 這些燒完之後的灰燼呢 是最好的肥料 最好的肥料 沒錯 我們會獲著我們地上的這些土呢 會一起來做耕作 然後它就會自然的吸收這些營養 這樣子 喔 沒錯 所以這應該算是火耕 對 沒錯 我們蘭嶼就是很標準的火耕 運用大自然中萬物的特性 來取代除草劑和化學肥料 這是我們道路共樹 對祖先留下的這片淨土 所付出的愛與回饋喔 接下來呢 就由科學老師來告訴我們 傳統農耕裡面 究竟有哪些科學原理呢 林育哲老師擅長農業科學與應用 提倡零污染的自然環境 老師 我們族人呢 是把這個水域呢 打它要吃的部分 剩下的把它種回去 再讓它長大這樣 對 這就是我們在無性房子裡面的千叉法 其實喔 在我們之前有看過 哪裡有達悟族人他們族人呢 使用這種千叉方式 其實在我們本地台灣呢 用乾爪方式的種植 喔 所以就是用這個 你剛剛講的這個千叉法就對 將植物的根 金 葉 部分折斷剪下 插入土中或沙中 使它生根成為新豬體的繁殖方法 成為千叉法 依千叉部位不同 又分為根叉 枝叉 葉叉等方法 屬於無性繁殖的栽種方式之一 而新長成的新豬 則能保有母豬的一切特性喔 等一下呢 老師就要跟小朋友們說明 用乾薯的精來進行千叉時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喔 老師你去切了這一節啊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 我們所謂無性房子裡面的千叉法 那乾薯也是利用這種方式 來做千叉的 我們取仙端苗 什麼叫仙端苗 就在最前面有一個右芽地方有沒有 那我們最好是要取說 葉片有沒有病蟲害 有沒有破損 還有靜有沒有粗 還有它的結尖的位置是不是短的 而且最重要 我們要取仙端苗 約30公分 我們這樣鎖一筆 哇快30公分 我們要取八結位 什麼叫八結位呢 我們注意看這地方 這個是第一個結位 第二個結位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我們取到之後呢 後面的芽我們都不要了 跟葉片我們都不要了 我們取這一段 那我們再做所謂的千叉法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千叉下去 好 然後再用我們的左手 把土壤覆蓋住 好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欸老師 像你這樣子的做法 跟我們在蘭嶼這樣子 種水域的方式好像不同 是的確有點不同 因為在蘭嶼水田呢 那個水域呢 是種在水田裡面 它的土壤是含有水分的 那只要一種下去的時候呢 當時土壤會分開來 然後之後 它只要手一放開 它土壤因為有水分 會聚集 然後慢慢會合起來 那在我們這邊 也是屬於漢田 那漢田的話 因為它不是像水田那樣 土壤會自然聚集起來 所以我們只要一千叉下去的時候 用我們的手 把這些土壤 慢慢給它覆蓋住 我們覆蓋約有4分之3的位置 然後留下約4分之1的位置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之後只要用淹灌的方式 灌水 然後就會開始長根了 要記住囉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把它蓋住 對不對 對 一定要留有4分之1在外面 接下來就換小朋友們實地操作一下囉 對了對了 千萬別忘了要先整地 鬆土 才可以進行後續的牽插育苗喔 好的 現在就有老師來驗收大家的成果囉 你們那邊做好了嗎 好了 哇這個牽插法 我們這兩組來看一下好了 老師你看看我們做的 小朋友做得真的不錯 那我們可以測試看看 他做得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呢 靜苗這個地方稍微拉一下 有沒有緊 喔有緊 表示他牽插得非常好 就代表說這一組做得非常好 真的喔 哇 很有成就感耶 對不對 那你們那邊呢 很緊喔 不錯 我們這一組小朋友做得很好喔 哇 太好了 每個小朋友都現在都已經會這個牽插法了 對不對 對 我們這個甘薯阿 其實它繁殖得很快 像我知道說這個地瓜葉是可以炒來吃的 其實甘薯它的葉片長得很快速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禮慢的動作 把一些不必要的葉片拿來餵豬阿 或是我們做有機的肥料阿 像我們蘭嶼達歐族那邊 我們族人他們那個水域田阿 如果是看到那個壞掉的有沒有 他們是不丟耶 是 那他們把他放在那邊 問他們說為什麼要把它放在那邊 為什麼不丟掉 他們說可以當肥料 在部落的時候也看到老人家 他們是用燒啃的方式來弄那個水域田 那像我們這個甘薯田呢 也是一樣用燒啃的方式嗎 來當肥料 不是 我們是把這個甘薯的葉片 多餘的葉片拿去做堆肥 原來種植的作物不同 土壤所需要的養分也不一樣喔 老師說啊 燒啃後獲得的草木灰 主要是提供土壤假肥 那麼堆肥該怎麼做 而得到的養分又是什麼呢 什麼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哪裡 垃圾場 對啊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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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帶我們來了解這個堆肥嗎 是啊 可是你帶我們來的是垃圾場耶 來 各位同學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我們學校的寶物 為什麼呢 它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把那些落葉啊 和一些雜草啊 把它堆積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再經由我們人為的方式 把它堆翻 然後堆積呢 慢慢成為堆肥 你說這些雜草 這些植物是腐爛掉的 然後這個就是堆肥啊 對 這邊味道怎麼樣 好臭啊 這邊味道好臭啊 對沒有錯 其實在堆肥的分解過程中 它裡面有一些有異菌 那一些菌種類會開始發酵 那會發出一些味道 那剛開始味道會比較臭一點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 會有香香的味道出來 哈哈哈哈 老師 你說這個臭臭的肥料 會變香的喔 那到底在哪裡啊 那我們去看看吧 好不好 OK 好 這堆肥的味道聞起來酸酸臭臭的 怎麼可能會變香呢 老師 你說這就是香香的肥料嗎 對 這就是香香的堆肥 小朋友你們聞一下 不要自己聞 你聞啦 好啦 我聞啦 這是肥料 有喔 好像有一點點耶 聞聞看 有耶 有沒有 有 有 你幹嘛鼻子那麼靠近肥料聞 有香香 有沒有 有 欸 老師啊 為什麼這裡的肥料 跟剛剛我們聞的那個肥料 差那麼多啊 其實喔 這些堆肥都是經過 長期時間喔 堆翻堆啊堆積之後 然後經過有益的微生物呢 把它發酵之後 所形成的堆肥 製作有機堆肥時 最重要的是 土壤溫度 與土壤水分的維持 在肥料發酵期間 由於微生物的作用 會使得 內部產生高溫 氧氣量不足 讓微生物的繁殖受到阻礙 進而影響堆肥品質 所以 一星期至少需翻堆一次 而含水量標準 則是以手握緊肥料後 水會滲出 卻不會滴下就可以囉 好 好 像我們家裡都會種一些小盆栽 那我們可不可以 像我們小朋友可不可以 學著做一些 自己的一些有機肥料 像這樣子的 那我們也可以教小朋友 來做有機的液體肥料 我覺得這樣很好耶 想不想學 想 製作自己的有機肥料 好不好 好 接下來呢 老師就要教我們製作 簡單的有機液肥囉 小朋友趕快分頭去找材料囉 哇 各位小朋友 你們是在找澡草做液態肥料啊 對 欸 那你們認為這邊都是澡草嗎 對啊 喔 不是喔 這邊有好草跟壞草 怎麼分辨出好草跟壞草 首先你看到這一個部分呢 這個就叫地毯草 有沒有發現它的 它長得低矮矮的 有沒有發現 有 它不影響我們的主作物 這個呢 葉片遠遠的很像銅錢一樣 我們這叫雷公根 欸 這個呢 它也是一樣 具有低矮 附附近的一個特質 那而且呢 它可以來做成重要材的使用 小朋友 這是什麼草 不知道 來 這個叫做柯西加薄荷 這個薄荷呢 有一種味道 來 小朋友你聞聞看 揉一揉 聞聞看 有味道 有味道 什麼味道 嗯 涼涼的味道 其實呢 柯西加薄荷呢 在我們這邊呢 它已經馴化成我們這邊的地背植物了 那在我們這邊的屏東的夏天呢 能渡得過 那因此我們把這個品種呢 拿來種在我們的土壤上面 然後造成是一個 它可以保護土壤 減少它的陽光的直接照射 讓它污染溫度呢 保持一個溫度 而且呢 保持水分 而且它可以怎麼樣 還有驅沖的方式 那它都 它都不會枯掉嗎 也會枯掉啊 但是我們有供應它水分啊 所以它就是在這邊呢 慢慢慢慢慢慢地擴展出去 成為它的地方了 原來不同的作物 就會有不同的豪草與壞草喔 豪草我們把它留下來 而壞草呢 就用來製作有機肥料囉 你們手上拿的是什麼草 你們知道嗎 牧草 對 這是餵牛的牧草 其實呢 這真正的學名叫做狼尾草 除了餵牛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種功用喔 做肥料 沒錯 這個狼尾草還可以做肥料 你們知道 先去做我們的有機肥料 來…快點 一起把它弄好 大五四哥哥 那是我的小財 好歹你也留一點給我嘛 別走 別走 老師 嗨 哇 你看 我們拿了這個 可以做肥料的草 有沒有 這個是 狼尾草嗎 對 這是狼尾草 餵牛的牧草 沒有錯 這可以做肥料嗎 這個新鮮的狼尾草不能做肥料 新鮮的不行 對 其實我們是取它的葉片 那這浸桿部分呢 因為它不容易腐爛 所以這浸桿部分我們是不要的 而且呢 這個狼尾草 必須要再經過日曬四個小時以後 然後成為乾乾的狼尾草 那我們才可以來做肥料 欸老師 在你生前這麼多的桶子 是要做什麼的啊 這就是我們要做 我們有機液肥的東西 喔 那要來介紹一下 首先呢 前面呢 這三個桶子呢 所裝的是我們的 有七公升的清水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米糠 米糠呢可以提供我們淡肥的來源 收割後的稻谷脫殼 得到的米稱為糙米 而我們吃的米呢 則是由糙米去除外層腫皮之後 所得到的金米 在這個加工過程中 所丟棄不要的那層腫皮 就是我們所謂的米糠喔 這個是什麼 黑黑的那個是什麼 這個我們就稱為糖米 那這個糖米 只要去提供我們 微生物的養分來源 其實呢我們除了用糖米以外 我們可以用 一般家庭在用 黑砂糖這個部分來做取代 接著我們就先把液態材料 依照比例倒入桶中 進行混合 然後加入米糠攪拌均勻 最後再將曬乾的雜草 與狼尾草加入桶中 並放上幾天 等到所有的材料都完全發酵後 有機一肥就完成囉 經過老師詳細的說明 與示範後 小朋友們馬上就動起腦筋 在果園內仔細的尋找 並收集所有可能 運用到的材料喔 太好了 現在老師我們小朋友 就要開始自己清手 做我們的有機肥料囉 是 對不對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材料吧 好 我們今天的材料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材料是在小朋友 可以在家裡面 可以隨手拿得到的材料 首先我們先來看 我們有一個番茄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時候 番茄會有腐爛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把那些腐爛的番茄 拿來當作我們有機材料 那剛才我們有介紹過 就是我們可以用南瓜草 或者是我們去在田間拔了雜草 那我們經過曬乾之後 也可以拿來當作有機材料 電視機前的小朋友 趕快將材料準備好 一起做實驗囉 第一個 先倒入我們的砂糖 太好了 攪拌... 再倒入我們的酵菌 好 攪拌... 第三個是什麼 這個 好 米湯 好 我們接下來要加入這個 好了 最後老師還說 損傷或腐爛的水果 也能增加碳元還有蛋元喔 並且加速發酵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炸番茄汁吧 在有機抑肥發酵初期 酵母菌與乳酸菌等微生物 會把有機物質氧化分解為小分子 並產生沸騰般的二氧化碳氣泡 到了發酵中後期 這必須要定時的翻攪 提供充足的氧氣 使有機物質能夠維持在 良好的發酵環境下作用 製作出的有機抑肥 不但表成具有乳白色菌濕 效果也會更好喔 我來看一下裡面的內容物 哇 有沒有 很豐盛的感覺喔 哇 相信這個農作物呢 要是吃到我們自己做的這個有機肥 一定會怎麼樣 有大有肥 沒錯 那你們會做的 想不想要試肥一下 想 想對不對 老師他有成品 那我們就用老師成品的那個有機肥 來去做施肥的動作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去施肥吧 不過在施肥之前 小朋友啊 不要忘囉 要先將我們的有機抑肥 稀釋後才能夠使用喔 今天我們從主人們身上學到了水域的天然災種與施肥的方式 也透過許多的科學活動 認識了什麼是牽插法 什麼是有機堆肥 以及蠔草壞草的分別 最後呢 還學會製作有機抑肥 小朋友們是不是收穫很多啊 3 2 1 我跟妳說喔 我們藍營還有一個是高級的植物喔 那個我們取生的最上等的豪場 那你到底這邊是豪場的 你們看 等一下 我 那一段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我們來去看看我們的老人家 他們到底是怎麼種族我們的農作物好 真的 精神多次 喂 你看 可以拿怎麼樣 玩 玩回去有沒有 化妝 好 化妝 我們化妝 好 開始